这一棵呢是我六月多的时候修剪的一棵农传花 当时发制品的时候 那个已经被全部讲光了 我说一个多两个月肯定会满树都是花满树都是果 就有人不信 后来到七月多我又发了一次 但是呢只是有一些花苞 没怎么开花 现在已经八月多了 过去就两个多月了 两个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树 看一下这花果有多少 当时已经全部讲光了 看这个果这花 还有这上面 到处都是果都是花 这边还有好多花苞呢 还没开呢 现在我有准备给它修剪了 到九月多 如果大家不相信这个农传花这么容易开花结果 我还到九月多再来看 我一个一个多月之后 再给大家拍一次这一颗 像这个农传花一般我们如果想让它多开花 就不要让它结果就可以了 这一颗农传花呢 我也不准备说 做什么树形啊 我就是准备整一颗来做门开花来看 啊 农传花想让它多开花 很简单啊 水肥一定要给足 这个水呢 不要淋舍 农传花只要你这个土不积水 你一天浇四次五次没问题了 怎么浇没问题 还有阳光呢 要给多一点 开完花 不要让它结果 马上结 一年就这么一棵树 就可以无限期的给你看花 讲出了一大堆字条 因为没准备给它做什么成绩呢 就做一个盆栽 把它撑开一点 让它通风一些 开花会特别多 每次修讲之后 给它加一把这个羊粪 大家如果是买在我那个橱窗里面 买了这个羊粪呢 这种是发酵好的羊粪呢 你每次放多点 放少一点 这个问题不大的 随便像这种盆栽 随便给它放一把 没问题了 像这一棵 到九夜多的话 我再给大家拍一次 到时候应该会开很多花了